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请坐 我们今天呢是论语最后一讲了 今天是第141集 讲完今天我们就总共有282个小时的学习了 那么我们来看《瑶约》第20 第二章 劳而不愿 欲而不贪 太而不骄 威而不猛 子章曰 何谓会而不费 子曰 英明之所利而利之 思不易会而不费乎 则可劳而劳之 又谁愿 欲人而得人 又烟叹 君子无重寡 无小大 无感慢 思不易 太而不交乎 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瞻事 俨然人望而未知 思不易 威而不猛乎 子章曰 何谓四恶 子曰 不教而杀 为之虐 不借事成 为之报 慢令至欺 为之贼 由之与人也 出纳之令 为之有思 这一章比较长 是孔子教导 弟子子章 如何从政 那么这是子章 启问的 他问孔子 何如斯可以从政你 就是怎么样 才可以从事政治 从政 这是指 当官 治理一方 甚至是治理一个国家 乃至天下 那么 这样的一个人 需要具备 哪些德行 素质 这个对于 从政者 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实际上 不光是对从政者而言 对任何人 也都是非常好的教育 因为 要从政 治国平天下 必先修身 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所以你看看 孔老夫子在这一段话的开始 如何从政 实际上 实际上讲的都是修身的道理 只有你身修好了 那才能够从政 所谓 所谓身修而佳齐 佳齐而国治 国治而天下平 天下平 这个平是和平 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和谐世界 那么子章问孔子 如何从政 孔子回答 尊五美 秉四恶 思可以从政 要尊崇五种美事 秉出四种恶事 就可以从政 这个五美 就是五种德 四恶 就是四种毛病 那么子章在这里就问了 何为五美 孔子分别为我们说出来了 子曰 君子会而不费 这是第一 第二 老而不愿 第三 欲而不贪 第四 太而不骄 第五 威而不忙 简单的意思呢 就是说 惠民 而不费财力 劳民而不招民怨 有欲 有欲 而非自私之贪 心中安泰 而不骄傲 有威仪 而不凶猛 这个意思 那 底下呢 我们会详细啊 来开解 这五美 子章呢 听了孔子说了 这五种 五种 得目 就问得更细一下了 他问 何为 惠而不费 这是问第一句 那么问完一句呢 那当然 孔老夫子也知道 他还会再问 所以呢 就一连气 把这五美呀 足条的 解释出来了 那么 孔子先解释啊 第一条 子曰 因名之所利而利之 私不义 惠而不费货 这个是讲 违政者 他所制定的政策 是要利民呢 利益人民呢 那么 人民的利益 我们要了解 那才能够制定出好的政策 才能够啊 按照名之所利 他们所喜好的 得到利益的 这个方面呢 去制定政策 那所以 因名之 这个因呢 就是依据 明之所利 你要懂得 人民啊 希求什么样的利益 而利之 就是利民 古人 古人讲 做官呢 犹如明之父母啊 那父母对儿女 可谓关怀被制 什么都想到 那么当官的 也就像父母对儿女一样 去对待人民 他们 有什么需要 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放在心上 所谓大学里讲的 明之所好 好之 明之所悟 物之 人民百姓 喜欢的 我们也喜欢 人民百姓 厌恶的 我们也厌恶 我们就不能够 逆着民心 要顺着民心 让人民百姓 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个是好官 那么制定的 不同的政策 还要去认真落实 如果制定的政策 没有办法落实 也没用 那么 总体的政策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民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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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球 在卫国的时候 给孔子驾车 看到卫国的人 呢 人重很多 就向 夫子 请教 一个国家 人口 多了 下一步 要怎么样 孔子告诉他 要交职 要复职 就是 你要先 让他们 富裕起来 生活得安定 至少得过上小康水 生活 那既复职 又何如呢 孔子告诉他 要交职 生活安定了 下一步 就要教 教育了 叫什么呢 伦理 道德 英雄 这三种 教育 必不可少 这是社会 安定和谐的基础 礼记 学记上讲的 建国军民 教学 为先 一个国家 一建立政权 就得考虑 教育的问题 那这个教学 最重要的 就是这三种 伦理 道德 英雄 人懂得 人懂得 伦理 道德 恃于 作恶 知道 善恶了 知道 作恶 可恃 就不愿意 作恶了 这种 这种教育 比法律 制裁 效果 也好 法律 制裁 是在事后 他已经犯了法了 你再去制裁他 但是教育 让他懂得 伦理 道德 他不会作恶 他懂得 礼教 知道 无理的事情 是可耻的 他不会去犯法了 将这些 犯罪 这个 事情 消于无形 化解于 魏蒙以前 懂得 英国教育 知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英国报应 丝毫不爽 他就不敢 造恶了 人有敬畏心 现在中国 文化部部长 蔡武 提出来的 对传统文化 的态度 第一 要有敬畏心 第二 要有感恩心 这个提法 很好 确实传统文化 就培养你 这两个心 那传统文化 归纳起来 是什么呢 就是教育 就是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因果教育 让人有敬畏心 不信 因果 他怎么会有敬畏 伦理道德 教育 就让人 生感恩心 知恩 报恩 尤其是 孝道的教育 孝是得之本也 教之所有生也 所以这些教育 才是真正立民 要想社会安定 人民真正幸福快乐 不提倡 传统文化教育 就难了 如果是只发展经济建设 不重视教育 那这个社会到最后 就管不了了 乱了 人民会越富有 他越不知足 民愿会越大 为什么呢 他富裕了 他看到别人 比他还富裕 他看到很多 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他就有怨 所以社会 还是不安定 那真 要使社会安定 人民安居乐业 教育 是最最重要 是立国之本 所以会而不费 用教育就能够做得到 真正会以人民真实之力 而不费 不会有什么浪费 立民的时候 如果是靠浪费 来立民 那是短期行为 举个简单例子 像美国政府 在这个2008年底 金融危机的时候 出台了很多 大规模的救世方案 拿着人民税收的钱 资助金融机构 让这些金融机构 能够存活下来 当然他的这个目的 是好的 是希望 这些金融机构 不要垮台了 一垮台了 那整个金融体系 就崩溃了 但是这种是什么呢 只是短期行为 而且呢 这个费的太多了 美国政府 他们决定的 救世的这些钱 总值加起来 超过美国建国以来 所有的政府的 大型的支出 项目的支出 这了不得呀 这太废了 而实在讲呢 能不能够啊 防止未来的经济危机呢 我看不可能 为什么 这个危机啊 根源 不在于制度 也不在于 如何去运作 而在于人心 温家宝总理在 2009年2月 建桥大学 演讲 讲了一句话 那是一针见血 他说 金融危机的 深层次根源 深层次原因 是道德缺失 一些人建立妄议 丧失了道德的底线 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 这话说到 太到位了 这金融危机是 人为因素 其根源就在于 见利妄议 金融的机构 为了利益 为了自己的利润 不惜 发放大量的贷款 这叫刺激贷款 然后又把这些 贷款的债权 重新打包 成为债券 卖出去 把风险转移到 到社会上 然后又把这些钱 收回来 继续放贷 又一轮的刺激贷款 放出去 然后呢 又把债权 重新打包 又卖正债权 你看看 把这个 一点点的风险 可以扩大了 几十倍 所以稍稍有一点 利率的波动 立刻就出现金融危机 建立忘义 短期行为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风险吗 知道 仍然铤而走险 这就是所谓的 小人行险 以侥幸 他侥幸 以为 看看能不能突破 反正 出现危机 也不是他一个人扛的 大家给我扛 风险 大家去担 利润 我一个人拿 他觉得值得 在 这个 盈利率跟风险的 这个坐标盘上 他看到 应该这么做 应该铤而走险 他完全用利益 来计算 他去不去投资 去不去放贷 所以 政府如果没有在道德教育上 加强 只是在这种 形式上 补漏子 不行的 补的今天 补不了明天 明天的危机可能更大 所以最重要的是 回归到道德教育上 这才是真正的利民 惠尔不费 第二 则可劳尔劳之 又谁愿 这是解释 劳尔不愿 在行秉的著书里头 他引了 学尔篇孔子的话 说 使民已实 者又谁愿恨在 为政者 要劳民的时候 要动用民力了 比如说 兴建公共设施 古时候 你要兴建什么 桥梁 开荒 修路 等等 现在也更多了 凡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只需要民间的劳力 那这里说 则可劳尔劳之 就看 该不该 这个时候 劳民 那古代农业社会 要劳民以实 要看着时间 一年当中 选择农贤时期 百姓比较清闲的时候 你再去动用民力 这就不会遭致人民的怨恨 假如你在农忙的时间 去拉壮丁 劳民 那人民就会怨恨了 而且什么呢 他没有时间耕种 错过了农食 来年没有收成 这也是国家的损失 那现在呢 很多国家 不是以农业为主了 以工业为主 甚至 像我们香港这里 是以商业为主 那这个使命以实 就是你要看 经济的周期 这也活学活用 如果是 现在的经济建设 非常旺 大家都很忙 那你就不要再去 搞太多的 一些 这个不必要的 或者是不急的 这些建设 那么如果是 经济 不是那么景气的时候 这时候政府可以 拉动内需 在这个时候 搞经济建设 一来 可以刺激 需求 创造 这个 就业 刺激经济发展 而且能够 把这些建设 做得更好 因为有更多的劳力 这个就需要 政府领导 他有这个智慧 那么 如果是 超过了自己 能够复合的力量 这项目就不要去接 比如说呢 这个 一些大型的 项目 国际上的项目 我们要不要去接它 要不要去争取 这要看我们 自己的国力 量力而为 如果是 超过了自己的 负荷了 那么 这也就 会使 人民生怨 举这简单的例子 像现在 英国 法国 美国 出兵 打利比亚 现在是 各国刚刚从 经济危机里面 走出来 这场经济危机 也是很大的一个衰退 刚刚走出来 没多久 还没有 完全 恢复元气 又开始打仗 所以我听说 英国 好像 好几万人 集中在政府 那个 广场 的示威 反对 战争 这是民怨 当然战争 本来 也是不对 中国就不参与 中国 在联合国安理会 投期权票 表示遗憾 这就对了 这是劳民 伤财 而且增加 民怨的事 为什么要做 不仅增加 本国民怨 还增加 外国 敌对国 对我们的 身处大恨 而且战争 必定是死人 死的 不是恐怖 主义者 不是独裁者 死的都是 战争不是谋求 和平的方法 你想要促进 世界和平 怎么可以用战争 来促进呢 不可能的吧 战争只会 打乱世界 和谐的秩序 增加民怨 增加对立 下面第三条 欲人而得人 又烟谈 这是解 解释 欲而不贪 君子 为政者 有没有欲呢 有欲 这个欲 不是个人的欲望 他是希望 希望什么呢 推行人证 欲人而得人 他能够啊 有这个希望 推行人证 就得到人了 所以人呢 是心 讲心地法门 你虽然这个事情没做 但是你已经有这个欲 有这个想 想法 你已经是人形 所以欲人就得人 不用等到成就 那个事业 你有这个欲 就已经是忍者了 你希望利民 你希望让人民呢 修养生息 能够安定和谐 幸福快乐 这就是人 这个人 不是贪 贪是为自己的 人 人是为别人 人者爱人 所以 在黄康的 《论语书》里面 是这样说的 欲人义者为怜 欲财色者为贪 言人均当欲 欲人义 使人义事显 不畏欲财色之贪 故云欲人而得人 又欲贪也 这个解释就很好 为证者 欲人义 不是欲财力 希望自己能够有人有义 人者爱人 义者寻礼 合乎天理 顺乎民心 这是人义之证 这叫连 连者 为公 不为死 不会想自私自利 更不可以 贪污受贿 这是为证者 大解 那贪污受贿 不怜的人 多半是因为 欲财色 因为有贪 这个色是男女之色 淫为万恶之手 多少贪官无力 就栽在这两样东西上面 一个是财 一个是色 那现在不仅是当官的人 举世之人 在这两种东西面前 往往都会堕落 这两样东西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现在的社会 是二狼神统治 什么是二狼神 一个是财狼 一个是色狼 好厉害 你遇到他 自己要是定力不够 肯定就堕落 贪心太厉害了 外面原来诱惑 又太厉害了 那有贪就不人 有人就不贪 所以我们要 想希望成就仁义 做君子 做圣贤 得把这个贪心 要扶住 纵然不能马上断 起码得扶住 这个念头 不起作用 就叫扶住 用正义 用天理 用良知 把这个贪扶住 那有的人说 这个好难 为什么会难 一个是自己内心烦恼 种子很强 业力 习气很强 第二个是外面诱惑 非常厉害 内外交感 内外夹攻 所以烟能不堕落 要保住 在现在这个 古着恶事当中 不堕落 那真的只有一个方法 天天学习 圣贤教诲 一天都不能终断 古人讲 三日不读圣贤书 则面目可憎 那是在古代社会 还比较的清静 现代社会 三日太久了 一日不读圣贤书 则面目可憎 你一天不听经文法 一天不学习圣教 你看看吧 你肯定烦恼会起来 不知不觉 贪嗔痴慢 就往外冒 很可怕 我自己就是很有体会 我根性很烈 烦恼也很重 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 还不受染污 至少这几年 都在进步 没有堕落 原因在哪 天天学习圣贤教诲 一天都没终断 你看论语 我们这样慢慢地讲下来 讲到今天 两百八十多小时 有同学告诉我 你这讲法是历史上 最详细的一次讲解了 讲论语 这我还没有真正去考据过 是不是我讲的最详细的 不过呢 确实现代人 不会用我这种讲法 足字足句的解 而且开解得很透 不透不行 不透 我们不知道这论语怎么用 那开解的同时 自己也是深入学习 慢慢就化处自己的 叹诚吃喜气 逐渐逐渐对彩色 不太动心了 但是烦恼还没根除 还得保认 如果不保认 那可能还会起来 底下说 言人君当欲于人意 做人君的 就是做领导的 应当 以人意为欲 你说想的是人意 不能想财色 不能想自私自利 命文利 使人意试显 你想人意 你肯定会做人意的事情 你一听到完 就想着怎么样能够 帮助人民百姓 让他们能离苦得乐 让他们能够破迷开悟 你想着这个事情 真正是利民 不为欲财色之谈 不会贪财色 这很可耻的 远离财色 故于 这就是欲人而得人 又言谈 这个话的意思 那么黄叔 又演江西的话 江西呢 是东晋时期 经学家 他有一部论语积解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部论语读解 他就说 我欲人 则人质 非贪也 这也是用 论语上的话 已经解经了 我欲人 我这个念 是人念 爱人的念头 不是想自己的 念头一起来 人已经来了 境界就 就变成人的境界了 换句话说 就入圣贤境界了 凡夫和圣人 区别就在于 哪一念 凡人这一念 是自私自利 圣人这一念 完全没有自私自利 君子也是没有自私自利 大公无私 只是君子 比圣人要 差一些 在于什么呢 他虽然没有自私自利 但是他还有分别执着 只是分别执着都用得正 都跟人相应 圣贤 贤人没有执着 还有分别 圣人连分别也没有了 甚至连妄想都没有了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是 人圣的境界了 这个跟贪呢 完全是不同 贪是 执着里面的 恶的执着 君子的执着 是择善 故执 他执着 他执着善 那就已经没有贪心 那么为政者 至少得做个君子 不是君子 那只能做小人 小人当政 那人民可苦了 而且他当政 肯定造无穷的罪业 他自私自利 那造罪业将来受的果报 就惨烈了 所谓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养 他这个灾样就多了 你看勤愧 下颤言 诬告岳飞 害死岳飞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 你看杭州 岳王庙那里 岳王像外面 那秦窥有个青铜像 跪在那里 夫妇俩跪在那里 人现在呢 去拜见岳飞的时候 出来 一定是什么呢 拿那个板 打这个青铜像 把他痛骂一顿 这叫一臭万年 这真是 这真是饥饿 必有余扬 在阳间背负万事的恶名 阴间受无穷的苦报 所以怎么能够贪呢 为正者岂能不仁呢 不义呢 下面 再看第四条 君子 无重寡 无小大 无感慢 思不易态 而不交互 孔安国的注解 说 言君子不以寡小 而蔓延 这个蔓就是傲慢 君子 不会因为 人的 树木的 多寡 或者是 人物的大小 地位的高下 而产生分别 看到寡数 少数 或者是小人物 就会生怠慢 不会 所以君子 无重寡 多和寡 一样的对待 小人物 大人物 一样的对待 无感慢 不敢怠慢 这就是 泰尔不交的意思 这是说明什么呢 君子不敢 在这些 境界上 分别好寵 这是修心 小人呢 往往是 攀援外面境界 看到人多 就高兴 人少 就不高兴 看到大人物了 那就 阿谀奉承 溜絮拍马 看到小人物呢 就傲慢无礼 看不起人 就是小人 在境界上 妄自分别 君子 不着于境界 而反观内心 所以时时刻刻 保持虚心平等 对什么样的境界 都心平气和的 来对待 所以待人接物 就不会有怠慢 没有骄傲 而能够 这个 心中安态 心平气和 这个 为政者 很重要 对人民 百姓 不可以 看不起人 就好像父母 对每一个儿女都爱 不能有偏思 偏思 就会引起 人心不服 对待人平等 就能服众 那自己心 始终地保持安态 保持中正 才可以做到 所以君子 那一味地修心 你正心了 才能够修身 修身 才能够 齐家治果 平天下 你身心都没修好 怎么可能 办 治果 平天下的 正事 下面呢 第五个方面 五美 最后一条 君子 正其衣冠 遵其战事 俨然人 望而未知 思不易 威而不猛虎 一个君子 端正 自己的衣冠 自己 尊严 其 沾世 遗容 所以 家里要有镜子 常常照照 以 同为镜 可以正衣冠 正衣冠 正衣冠 目的 不是打扮 那是什么呢 庄严自身 以庄严自信 我们的衣冠 不必要华丽 地质规上 讲的 只要 上旬 下成家 就可以了 符合你自己的身份 特别是古代的 礼服 那都有等级的 如果穿着这个礼服 穿错乱了 这叫做 见月 月礼了 这是大不敬 那现在没有那么讲究了 至少 符合自己的身份 那 为正者 穿着要得体 要大方 这个仪容 很重要 儒家也讲 三千位仪 位仪是什么呢 自重 自己尊重自己 别人才尊重 你呀 自己要是 这个衣冠 随便 衣领啊 什么的 很脏 这衣扣也 对不上号 鞋带 塌拉着 这一看这种形象 人民百姓 对你呀 就丧失信息了 你自己都没整好自己 你还整 整什么国家 办什么正事 所以这是什么呢 你自重 而民重之 自尊 而民尊之 那这种 威仪 不仅是衣冠 还有什么呢 你的仪容 你的言动 举止 都端壮 得体 进退有度 令人呢 俨然 望而未知 我也是 敬畏 看到这种 君子的形象 油然而胜 敬意 对他又尊敬 又爱戴 但又不敢随便 这就是所谓的 威尔不芒 的意思 这个芒是凶芒 君子没有凶芒的气质 他的威风 就在于 他的 庄重 那种尊严 是自己自然 那个言语 带出来的 举止 带出来的 他的 仪容 带出来的 那不是 这个 杀气腾腾的 那种 那个 那种人民 望而未知 那是怕了你了 像看着 毒蛇猛兽一样 赶紧就溜掉了 那是 猛而不威 君子 威尔不蒙 那么这是 子章 问了 孔子 孔子告诉他 何谓 无美 子章呢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造作 我们听明白了没有 真正听明白了 哪怕听明白一章 你这个气质 就会变化 学圣 学贤呢 他的效果 就在于 变化气质 一部论语 讲到现在 快讲完了 还剩一小时 咱们就讲完了 那 假如你气质 还没变化 等于白学了 那怎么办呢 从头开始听 再听一遍 幸好现在有光碟 有挂网 你们自己下载 多听 那么子章 底下呢 又继续接着问呢 何谓四恶 这是君子 应当解除的 孔子呢 继续 为子章解释 子曰 不教而杀 为之虐 这是第一条 为正者 如果不先教 人民 没有提倡 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人民不懂得 道德 不信 因果 为所欲为 甚至不变 善恶 不变 是非 不变 邪正 乃至厉害 都不知道 犯了罪了 做了错事 为正者呢 就杀他 这叫虐 暴虐无道 所以略带人民呢 是什么呢 没有去教他 就惩罚他 这就是略带 那何止是为正者如此呢 一家的父母 如果没有教孩子 怎么做人 怎么 去 行孝 怎么做事 没教他 他犯了错 我就打他 就骂他 那也是虐啊 虐待儿童啊 所以要教啊 父母的责任 要教 养不教 父母过 父之过啊 当然也有母之过 父母 同等 要有教育儿女的责任 那一个老板 一个企业老板 如果没有好好的教育员工 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 员工犯了错误 立刻就把他解雇了 这也是虐啊 所以你好好想想吧 这个虐子 我们有意无意就会犯了 换句话说 只要你不去好好办教育 难免都会有略民 略带人民的 下面呢 第二种恶 不借事成为之报 根据马荣的注解 说 不肃借 而则目前成 为事成为正者 如果事先没有一再的告诫 这个肃借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 告诫他 而则目前成呢 就是立刻则成他 完成这个任务 要看到成果 这就叫报 这个事成的意思啊 就是 立刻要求 看到结果 那这就是 暴力了 违证者 不可以这样 要怎么样呢 事先提醒告诫 不能够啊 事先没说 然后突然之间 就下的任务 说你明天就完成 那可是 也是暴力 苛刻暴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